今天我这个演讲的主题是 Hyperledger在这个企业数字化中 如何去帮助到业务的创新 这个也是来自于现在中国移动 我们的这个中医链的一些这个最佳实践 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董宁来自中国移动 然后现在目前在做这个中国移动 这个研究院的区块链中心 构建这个中医链平台 以及在这个中国移动集团的内部 以及他的一些这个正企客户 去推动一些这个区块链的 从平台到技术到应用的一些落地 因为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区块链 推动到这个产业当中去 做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 因为我们发现呢 这个尤其是在中国 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其实现在外部的政策环境 包括一些这个标准化的指定 包括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推动吧 我觉得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政策环境非常好 那下一步其实面临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区块链那个技术 这个应该要用这个中国的这个语言来讲 就是要接地气嘛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做了大量的一些市场调研 包括跟这个像中国移动自己的省公司 他的一些政企客户做了一些走访 包括一些这个内外部的 像这个中国移动的一些专业公司 做了很多的这个交流 我们发现其实要突破 这个区块链在产业里面落地 捅破这层窗户纸 其实现在面临这么样的几个市场需求 和集中的几个集中挑战 第一个呢就是说 现在其实在做这个数字化转型 因为这个区块链的很多的技术落地 是跟这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节奏是一致的 那本身的企业 如果他在数字化转型当中 其实缺乏这种战略的一些想法的话 或者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其实他对这个垂直领域的这种技术的应用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盲目的 今天他听一个区块链 明天他了解一个人工智能 但是怎么用 怎么跟他的这个实际业务去结合 这个其实他有的时候比较模糊 另外呢就是说 他现在呢对这个区块链的一个理解 还是相应的比较局限的 所以导致了现在呢 有点这个人云亦云 比如别人做了一个纯正的一个应用 那他是不是我们就复制这个纯正的应用 所以这个还是应用范围比较窄 另外呢就是说 跟传统的比如说金融 这样的行业相比 整个产业的它的整个的信息化 数字化的水平相对比较低 就是你区块链我们都知道哈 它是一个多方的一个数据账本的一个共享 数据账本的一个共享 在这里面呢需要第一时间有数据 才能有这些比如说这种共识啊 账本的同步啊 等等后续一些 企业应用区块链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 如果原来的它的信息化的水平就比较低的话 那可能对一些新技术 尤其是围绕数据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 可能困难就比较大了 另外呢 其实这个现在在中国吧 应该我们看到就是 比如说超级账本啊 什么其实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 但是呢 很多人就是第一次刚接触区块链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 就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不可篡改数据的一个数据库啊 是不是我主要的这个区块链的应用 主要是局限在这种类似于存证上面啊 其实我们看到哈 如果深入到这个企业跟它的一些业务去做一些探讨和融合的话 那更多的实际上是说能带动整个产业链 它的一个全产业链上中下游 这样的一些通过数据的一些同步 通过一些这个大家建成一些联盟链 做一些协同性的一些业务创新 所以这一块儿 其实是需要就更多的人围绕一个产业里面 它自己的业务诉求去建设这个区块链 而不是说现在就把区块链当成一个成熟的数据库去用 局限在这个存证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 我们大概去构思了一个架构 就是说那未来区块链应用哈 我们如果从产业去突破 比如说从一些这个各行各业的 它的大量的核心企业龙头企业 借助它做数字化转型这件事情 去引入区块链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往往会传达三个区块链自己的一些这个技术核心价值 那第一个呢刚才讲了就是要利用到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环境去推动 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 所以能够很好的去利用到国家给的相应的政策 去推动区块链去引入到各个产业当中去 这个是一定要利用的一个导向性的一个政策 第二呢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这种大型企业的 就是大型企业它对技术应用的这些决策者 他其实每天看到的除了他自己的这个自身企业里面的业务的 他很关心一些时事 包括关心一些这个公共服务 就是我们身边能看到的一些政府啊 包括一些第三方机构啊公立机构啊 构架的这个公共服务 所以这个其实更多的其实可以把区块链的技术价值能够应用上 第三块呢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很多的早期的区块链的一些科技公司啊 还包括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啊 其实现在都有专门的区块链的一个BO或者部门 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最后跟产业里面啊 我们讲这个联姻成功的 其实还是要能够结合他自身发展这个速度化转型 结合他发展产业互联网的一个诉求 去围绕他这个产业真的是跟他们一起去工作 去构建整个这个基于他企业能够伴随他企业发展 伴随他企业的用户和流量的发展啊 去同样的使这种区块链的基础设施啊能够成长壮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简单去这个这个这个看到哈 尤其是以现在的一些中国的大型企业核心企业啊 包括中国的这种所谓的stay own的这个这个央企国企啊 他发展的一个就是路径 所以我们把它就是说分成了一个行程期啊 还有发展期和成熟期 这个我们用简单的话讲就是说可能在这个企业当中去应用区 区块链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应用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公司在做bus 但是最后发现企业用的时候 它的切入点并不是他上来说我自己要构建一个bus 或者买一个啊这个blockchain as a service 样一个平台 更多的是说哎 我从我自身的业务的那种某一个应用啊 我能够切入进去啊 那这个呢可能就啊我们选择一个平台啊 比如选择hyper ledger啊做一个平台 那就ok了 但是随着这个行业不同的发展啊 大家可能啊使用的是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这个发展 那这个因为在中国哈我们看到哈这个应该是在一半数以上的 这样的企业应用现在目前来讲还都在用啊 hyper ledger啊尤其是fabric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sub project 这个也跟我们hyper ledger啊整个的社区啊 包括我们的这些同仁啊在中国的早期的推广 我觉得是分不开的 但是未来可能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像一些 一些自主啊这个研发的一些引擎的出现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互联网公司 大型科技公司他们的一些出现 那不同的使用的平台上面架构架的不同的这个应用 最后就会有一个互通互联的一个诉求 最后那个阶段其实啊也很好定位哈就像今天互联网一样啊能不能构建一个所谓的这种价值互联信任协同的互联网啊 就是以基础设施啊以非常容易接入的一个方式 能够享受到这个区块链应用的相关的服务 所以围绕这几个发展的阶段哈 我们看其实发展的就是企业对区块链的要求 或者企业去落地区块链的核心的场景和诉求 以及说最终他使用的对象都是不太一样的 目前这个阶段哈我们必须诚实的讲 尤其在国内啊那这种政策的环境啊政府的推动 就对中国的区块链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那为怎么样围绕这个政府啊围绕这种公共服务啊 去做这样的这个区块链的发展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包括就是尤其是对一些小型的一些 区块链的一些公司或者团队发展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因为这个政策环境非常好啊到处都都在扶植 就是啊很多企业愿意拿出一些试点的一些应用场景 是吧啊来去啊给这些这个这个区块链公司去尝试 那再下一个阶段啊就是不是这种潜尝遮止了啊 刚才讲了就进入到一个相应的啊我们看这个发展期 发展期里面啊我们看哪些企业啊去落地区块链 主要还是看各行业的这个核心企业啊 啊中国的比较特色的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state owned就是央国企还有一些大型的一些上市公司 他们怎么去结合行业用区块链呢 这里面的一个是他们对本身对行业里面的有一些示范指导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他们有大量的资源啊有大量的这种自主引流的这个能力啊 可以把就是说让我们现在这种区块链的一个应用能够快速的啊去发展去规模化啊 这是第二个阶段 未来呢啊其实从技术角度啊或者说从这个底层平台底层的引擎的适配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应该专注到啊这种构建下一代的新型技术技术设施这个角度去支撑啊所谓的全社会啊都把这个区块链作为一个可接入啊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啊 一个成熟期所以到那个时候面前面临的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发展啊那就是一个全行业全社会全场景 所以在这里面呢应该说哈就是中国移动它是作为一个这个啊我们讲这个垂直行业是一个telecom industry啊所谓的运营商这样的一个行业代表啊去构建区块链 所以他其实呃从这个基础架构或者说平台的设计之初他是找眼于说未来能够啊达到啊一直伴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能够达到这种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去的啊那而且在这种系组设施之上呢能找到包括运营商在内的很多的新的一些业务增长点啊包括甚至说发展出一些新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业态啊一些商业模式出来 所以这个是呃定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其实坦白讲哈跟今天的我们的无论是hyperledger也好还是这种联盟链的发展啊对他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甚至说有些现在其实我们都看以现在的我们的技术力量啊包括我们其实这个中国移动也是啊跟这个hyperledger有大量的一些交流学习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机会啊你你你去呃这个这个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机会啊你你去呃这个这个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 呃现在有些技术能力还不能满足他提出这个构建新技术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希望能够坚持在围绕在这个hyperledger fabric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些啊根据啊自身的一些场景 自身的一些目标啊去一起发展啊跟社区一起发展跟hyperledger fabric一起发展 能够去逐渐的啊从啊平台的构建到这种各种垂直行业的应用的啊这样的落地啊以及说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区块链中心是放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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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研究院嘛他来牵头整个集团的基础中台里面fabric这一块所以在这个呃这个点上面他还可以同时的去利用到一些跟其他技术的结合啊比如说这个云呢大树记 G啊物联网啊MEC啊甚至说啊最近我们交流比较多的一些隐私计算呢啊这个联邦学习啊等等等等这种横向的啊技术的这个融合啊共同的去往下一代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所以这个是目前呢这个中医链的一个技术架构哈就是说应该说其实中国移动在做这个事呢虽然定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目标但是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务实的 啊比较务实的啊一个是关注就是围绕fabric 啊happy ledgerfabric它的核心的一些引擎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啊包括啊外部的应用对接过来啊可能出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开发了一些相应的一些产品和能力 另外呢就是其实在这里面哈就是如果未来我们在企业当中去用啊可能这个尤其是在大规模去用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遇到一个新问题 就是说一个安全的问题啊还有一个这个数据管理的问题所以刚才提到了我们用到了隐私啊那另外更多呢其实啊这个我们借助啊整个这个兄弟单位的一个啊同样的一个安全平台 叫合云平台啊去构筑了很多区块链的内部引擎啊外部网络数据安全啊以及这个等等的一个体系上的比如说一个这种工房啊啊等等这样的一套安全的这个能力去跟现在区块链啊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再往这个基础设施这个角度去推广过程当中啊那可以利用到运营商的这样的业务网络 利用到这个运营商里面不同的基础板块的融合同时呢运用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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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到这个运营商 它比较丰它比较丰富的啊这样的这个一个在运营过程当中一个安全可信啊这种高运为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综合的 这个大家能现在能听到我们刚才好像有点断了啊这个能听到的抠个1 好谢谢谢谢好那我就继续哈啊应该也快差不多了快接近那个后面了 好所以现在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积极的联络哈啊因为希望能够有这个政府相关的这种啊部门来去给我们做这种大型的很多企业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单位啊啊那这里面呢呃现在左边啊初步的吧就是说因为啊我们希望就是说从中国移动来讲能够未来啊加入进来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基础设施能力 那中国移动目前呢也希望能够啊把Hyper Ledger Fabric啊作为一个底层的引擎的一个核心啊去来构建说怎么样去支撑好啊各个垂直行业的啊这样的一些产业需求 另外呢就是说那OCBN它是一个组织啊不是某一家单位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产品而是它是一个组织所以它作为组织来讲它需要更多的啊技术的提供方进来 需要更多的这种产业链里面大型企业进来去啊把这个需求啊越搞越清晰同时呢本身啊它无论从底层的基础设施 以及上层的啊这个每个垂直行业里面的相关的垂直这个区块链的应用方案都需要一些运营服务 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了我们很多是基于这个Hyperledger Fabric啊那所以还有希望能够跟开源社区啊有更多的这种互动啊得到开源社区的这种支持啊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简单一个介绍因为从应该说是从15年16年那个时间哈 就是在跟不同的企业在打交道啊再去看他们对区块链的一个观点和看法啊再去看他们去聊一些区块链的一些需求啊 我觉得区块链作为一个技术啊从我个人的观点啊包括Hyperledger 其实它是一个媒介 它是连接起来产业对数字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 以及说数据啊产业里它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核心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两个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一个关联作用 所以最后怎么样去通过这些技术啊把产业里面一些核心的资产啊 一些虚拟的一些资产就是数据啊啊变成它最后能够产业发展 能够甚至说变现啊所谓的降本增效啊这样的一个联动作用呢 我觉得就是说它可能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通过一些技术就是Hyperledger也好或者我们范奖的Blockchain 它来驱动你某一些业务场景的一些业务优化啊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那这种优化的过程比较明显了以后 那大量的产业数据里面会制造这种业务优化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型啊 通过这个数据的训练呢能够让整个的这个流程业务优化呢能够变得更加的智能 第三个啊那就是说产业的啊这个上中下有整个产业链啊 它构建起来啊一套使用这种新技术的一套方法论 以及相关的啊这样的业务价值非常明显了以后啊就会对啊基础设施啊提出更高的一些要求 那所以呢这个在前期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哈我们在做这个Blockchain也好 包括在跟开源社区啊这个这个Hyperledger去做一些互动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后面做这种啊这种技术引领啊构建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探索 所以呢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哈啊有这个胜利的喜悦啊 当然也有这个过程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地方 所以希望多跟开源社区的啊这些咱们的组织者 包括这个里面更多的一些同样的是一些企业者开发者啊咱们来一块来交流和探讨啊 能够早日的就是说能够让产业里面各行各业的从大型企业到中小企业了解啊会应用最终认可啊 Hyperledger啊以及说Blockchain的它的技术价值好今天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可以简单交流一下时间反正还有一点剩的不太多啊 这个我今天这个分享啊特别感谢我们那个TWGC的这个其中一位chair 程阳啊 因为我的到最后那个系统还是没连上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程阳的这个这个这个laptop来来做这个分享啊 所以如果没有他这个laptop可能今天就错过这个分享 所以非常感谢 好的 好的 好 好